大家好,我們又見面了 今天我在吉林坡一帶和BJ看風水 現在來到這處的主人家 原來做了十多二十年的工 都是得個吉,一無所有 為何很多人很勤力、很努力去做 但做來做去,甚麼都沒有 很多人很不明白,很奇怪 想來想去,神又拜過,神又求過 師傅又問事便問過 打個比喻,荷蘭牌 剛才我問主人家看了荷蘭牌 又看了風水的師傅 帶他過來看了一間屋 所以搞到他依然找不到息 但第一,如果是說你家裡的祖先 很多人家裡都有安的祖先 但有些人沒有安的祖先 我們就先不說 首先最重要的是這間是總屋 我們入門口就是大門 這是總屋單位 我們在這入門 我們入到這處 大家都知道 全世界的總屋 有些人家裡的單位 就是這樣 一眼看完,這裏是廚房 這裏就是客廳 這裏就是客廳 前面大家看到這裏就是寶芫衣 寶芫衣 看到嗎 即時說一眼就全都看了 這個寶芫衣 再看我們放在這裏就是入房間的 洗手間 這個是房間 這些房間是洗手間的廁所 我們再放在這裏 這個位置就是食飯廳 看到嗎 這個位置沒有位置放 大家看到裡面的是廚房 這個是神桌 這個是大門口 再轉廳回來 你看看哪裏有位置 沒有位置 所以說我們都很忌諱 就是說 即時說 有些人在這裏做個屏風 有個屏風 神桌放在這裏向著大門 其實你說很多人 可以有很多人不行 但這家人 就把祖先的屁股 就向著大門後面 看到嗎 因為祖先是很重要 因為每次每個人在家裡 安的祖先都有不同的方位 和不同的位置 因為祖先都是屬於很大的 對我們華人來說 為何會這樣說呢 沒有祖先 沒有我們的子孫 祖先坐得安樂 子孫就容易賺錢 這件事 真的不要說不相信 沒有歷代的祖先 根本沒有我們的存在 所以說 因為我們所說 我們住單位的東西 當然誰都知道 有錢我都是住獨立 雙層排屋 獨立別墅 半獨立 大家都很明白 但有些人偏偏不清楚 不知道 將祖先的神位 按成這樣 你這樣去拜 你這樣拜 因為這條柱頭在這裏 這樣是祖先的神之派 鄉字 有大門口 真是做你做起得個吉 我們叫做雲吉 你做死一世 你不是仆街 真是甚麼都沒有 兩餐無休 為甚麼人家坐大車 為甚麼你坐小車 為甚麼人家住大屋 你住小屋 為甚麼 這是跟傘不同病 跟人不同命的意思 所以我要記住 如果是祖先這樣按 來說 十間最少 都可以說是十間都按錯位 所以人家都說 這裏這樣的位置 我怎樣安祖先 我這裏吃飯廳我怎樣安祖先 沒有理由我祖先安祖先 安祖先安祖先 安祖先還餓死 如果安祖先安祖先 你進來看看 一眼看完 洗手盤 罩爐在這裏 罩爐在這裏 洗衣機在這裏 雪櫃在這裏 這個地方是有限的 沒有理由祖先來說 真的有很多人 上次我都說了 很多人就是因為 你的祖先安祖先安祖先 十個最少有七之八九 都會好說不好聽 有時間等 怎樣叫做有時間等 你想喝深暴茶 你想娶老婆 不是不行 慢慢等 所以說很多人就是因為 祖先放在祖先 而搞到他的兒子 沒有什麼機會結婚 有機會結婚都會離婚 甚至乎女兒都嫁不出 不是不漂亮 是漂亮 但是是否要求高 我不知道 所以說 如果是說祖先放在祖先 因為有火位有水位 雙沖雙黑 雙沖雙黑會影響到這裏的格局 和這裏的主人格的五行 對於我們非常不利 所以大家要清楚 如果真的沒有辦法 一定要安排除房的時候 就要看怎樣去破殺 怎樣去化解 這件事通常我們一般上 都沒有不鼓勵 不注重我們放在除房 這樣主人家來說 做了一輩子 就做你做去 什麼都沒有 住了幾十年都在這個單位 沒有錢 但是機會很多 但你流失 你每一年每一日的時間 你一直這樣過 你不可以 對嗎 所以說做人最重要 就是要明白 祖先錯的方位 是在哪裏最重要 第二 你看到祖先的牌 又上紅 有些人放金花 你知道嗎 有些人放金花 所以我讓你們知道 有些人祖先 他排在這裏放金花 那我下次再跟大家說 放了金花和不放金花 是有什麼分別 但是紅暴的東西 有些人也有放的 歷代那些 好像你阿公 阿太公 或者早前傳下來的 就要放金花 或者放紅暴 但是放紅暴 很多人都不受得 為什麼呢 因為第一 你要知道祖先的來歷 好像阿太 阿公 是否曾經做了封官 好像在馬來西亞 有些人我們說封了 做拿督 做拿督之後 我們是否要放紅暴 和放金花 這是很重要的 有些神主牌 在祠堂 一些是放金花 因為金花有分 下次我會慢慢解釋給你們聽 金花的東西 這個叫雙公雀味 有很多人不明白 這個叫雙公 什麼叫雙公 這兩個男人叫雙公 是貴人 貴人 看不看 這個雀味 就是孔雀的味 叫雙公雀味 有很多人不明白 所以你問去拜神的人 他們只是說明清 有些人我們去指財店買了 你給我一個金花 我隨便拿一個金花 我插下去就可以了 其實不是的 每個人的金花 安在地主也好 不是安地主也好 安在祖先也好 怎樣也好 你都要分的 不可以留戀安金花 大家要記得 沒有人會明白的 所以為何你去到指財店 為何會有這麼多種類的金花 是不是很奇怪 他出得這麼多種的金花 一定有他的理由 一定有他的道理 一定有他的原因 和他的做法 全部不同 所以大家要搞清楚 金花的東西不要留戀安 你安下去不會運行 亦不會運作 所以在這處我跟大家分享 因為沒有一個人 他會明白 包括埋紙殺的老闆 他們的朋友 我們有很多朋友埋紙殺的東西 他都問我很多 師傅 其實現在的廠家出很多金花 甚麼款都能淋滋滋滋滋 是否真的有分別 是的 是有分別 我坐著跟他聊天 我便解釋給他聽 金花是怎樣 這是拜甚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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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拜大臣的 有些人在大臣上 這裡搶這裡 黏著金花 記不記得 有很多 好似我們安菩薩 大個菩薩 這樣是安金花的 紅球都有分別 紅球有很多款 有些有黃奶 好似說 我隨便給這個地主 你看看 你看看 金花很多種類 有金豬 有大的豬 還有黃奶 你看看 一點就沒有 所以你要搞清楚 安的地主 這個牌 它不是生意牌 你做生意地 生意牌地主 如果不是 就不可以安這個生意牌 如果你做生意就可以安 如果你幫人打工 就算你做到CEO 這麼高的位置也好 甚至乎我們去賺食 全世界人都要打工 不打工吃甚麼 有能力 或者有本事的人 只會出來做生意 或者自己有生意工作經驗 或者有生意的頭腦 或者生意的名水 都會出來做生意 做生意當然好過打工 所以你看看地主牌 到時我會和大家分享 因為地主牌 地出黃金財六黃 主家興旺萬事吉 這是代表很多原因的事 這裡的主人家 因為做了這麼多年 而做得很辛苦 兩親肯定是沒有優 一家大小 不是不平安 平安 但一時間接中 按到不對 你也是沒有優 你只是浪費個香錢 每日點香 你只是浪費個香錢 所以大家要明白 第一有沒有入神 有沒有入座 這是很重要的 地主牌要不要放金花 金花要放甚麼類型 剛才我又說 有些有人頭 有些沒有人頭 就是公仔頭 剛才我們所說的公仔頭 就是剛才我給大家看 公仔頭 但現在安的就要公仔頭 有些的就不可以有公仔頭 有些就不可以安著味 要記字 所以這家人是否真是他的祖先 要愛真是放紅球 戴金花 這就是這家主人家的名物 就是他的祖先 他流傳下來的 是否是否做官 你的祖先如果是歷代做官 不代表你子孫後代 會有福報和富貴 你要搞清楚 所以說很多人不明白這件事 人拜你拜 人按你按 按得對無所謂 按得不對 你都是白拜 所以有很多原理的事 按祖先 千萬不要亂按錯位 你按到祖先牌 這樣來向 向自己的床 很多人是不可以的 前面有床 看到很清楚 我 我帶大家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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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看 就是停車場 這裏就是停車場 這裏就是山 所以這個山那麼高 在右手邊 我們望出去 叫做左青和右白虎 我曾經跟大家說 如果白虎位抬頭高 小隱會當道 第二 天臣位 都是有影響到的 我給大家知道 所以大家要明白 祖先不要亂按錯位 亦不要亂上洪 上大洪是好事 但上洪暴來說 如果是說子孫不受得 一輩子都被人約束 約束你們知道甚麼事 被人控制 被人指指點點 做工時被上司押下來 再上去就是老闆 被是是非非 再下來就是更加少人 會有很多東西攻擊你身邊 甚至乎安得不對 如果你家有兄弟姊妹 為何會不和 亦可能間接性 祖先的位置安坐 或者祖先沒有入座 或者有其他因素 亦會搞到家婆人亡 家散人亡 甚至乎 整家的兄弟祖先 自己人全部都反目承受 所以大家要小心 所以我趁這個視頻 在祖先這樣按 是不可以放在這個位置 所以大家要注意一下 所以祖先千萬不要去背後 向著大門口的屁股角度 否則就很大劑 所以大家要明白 好 跟大家說到這裡 下次我們再談 拜拜